您好,这里是张明视野 国内传来的消息呢 北京昨天发生他方 这个具体地点发生在右安门外 整个一条路都封了 不光是上面的公路封了 下面的地铁也停止在市运行 这个发生他方的地铁呢 是北京地铁第19号线 这个地铁呢,接近于 实际上已经完工了 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铁路线工程已经完工了 大部分都完工了 可能在最后的装修阶段 而且呢,他们要今年底运营 据说呢,这是北京来自全中国 速度最快的地铁 号称高速地铁 每小时的运行速度呢 高达120公里 但是呢,谁也没想到 这是一个假冒伪劣工程 事实上中国所有的工程 所有的地铁都有巨大的隐患 都是属于假冒伪劣工程 甚至那个为了2008年奥运会修建的那个地铁 我记得我几年前到北京去坐过一次 那个地铁也是莫名其妙 也是一个烂眉工程 而且中国地铁的造价呢,是全世界最贵的 贵到什么程度呢?贵到令你吃惊 据说呢,是每公里呢 多达几亿,甚至十几亿元 你简直不明白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 因为呢,这个公共工程呢 一向是中共贪官污吏最爱贪污钱的地方 因为人们对这些事情不关心 他不会就是说,像你一个人 比如说你买一套房子 花了这个五百万也好,五十万也好 因为他的这个中共呢 在其中贪官污吏从你这个头上勒索钱 你能感觉到肉疼 但是呢,像公共工程呢 就不然 因为中国民众呢 一般来说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 不太关心公共事务 我还记得以前我住在安徽邦步的时候 那个建委大院里面 大概有一年里面 我们那个小区的道路就被铺设了三次 也就是说呢 本来那个铺设的寿命应该是几十年的 你比如说人心道啊 或者小区道路啊 他为什么一年要铺设三次呢 实际上都是为了贪污这其中的工程款 据说呢 比如说他这个造价一百万 他可以贪污八十万 剩下二十万才交给农民工 去随便胡弄一下 所以说他一年呢需要修三次 反正在中国生活的人都有这个经验 到处都在动工程 比如说他从一条路 他修建一条路 他是呢先不分 好歹先把他修出来再说 然后呢 这样官员可以赚一笔钱 过一段时间 过个一两年呢 他又要修底下什么煤气管道 再把那个路发掉 然后这就可以又赚一笔钱 然后再修起来 修好管道以后再修起来 又可以又赚一笔钱 然后呢 弄完了以后呢 他再铺这个自来水管 或者下水道 然后呢 又搞一笔钱 反正总而言之呢 他们能够想尽办法 一次又一次的搞这些公共工程 然后呢 大量的钱呢 就落进了贪官无力的这个腰包里面 而且呢 大家都赚得不也乐乎 同时呢 又给国家增加了GDP 就是好像呢 是皆大欢喜 实际上全都是一场灾难 这就是中国特色 而北京地铁的他方呢 实际上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因为全中国的地铁呢 都存在着隐患 所以说呢 19号线的他方呢 可能意味着北京更多的地铁 都处在一种可能要他方的状态 上次那个郑州的那个地铁 洪水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 据说淹死了五千多人 以后呢 中国的这个上海也好 广州也好 地铁他方 说是有几千人在淹死 闷死或者被砸死 请不要意外 因为呢 这个贪官无力呢 制造的假冒伪劣工程 总有一天要路线 也就是说呢 中国所有的高楼 总有一天会塌方 中国所有的地铁和大型工程 总有一天要塌方 要崩塌 要崩溃 因为这个社会呢 民众呢 就是没有权力管理国家 他们民众也缺乏责任性 意识不到 所有这些都跟自己相关 所有人都是像老鼠一样的眼镜 就是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点物质利益 或者人家就被叫做楚慕秤光 没有人关心这个国家的这个事务 这似乎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 我记得以前那个 我看那个叶剑英传的时候 我最刺激的是 有一次呢 王正带了一帮的人去到中南海 那个到叶剑英的住宅里面 去拜会叶剑英 王正呢 就谈到说 现在很多老干部啊 被四人帮很不满 叶剑英一听呢 马上就训斥到 说国家大事 哪有你们这两人操心 要知道 实际上叶剑英跟王正的级别 差不了多少 因为王正也是副国级 叶剑英也是副国级 只不过呢 叶剑英呢 在过去解放军体系里属于元帅 王正属于大将 就两个人就差那么一点差异 或者在副总理级别当中呢 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 王正是副总理 也许在军内 党内的级别略高那么一点 但是呢 在他们 之间呢 就是那种关系 就是说呢 在叶剑英看来 一个副总理都无权关心 国家大事 这就是中共特色 也就是说呢 国家大事呢 只应该由统治者来考虑 或者统治者身边的 两三个幕僚来考虑 其他人都无权考虑 无权发言 发言无权参与 这是中国的这个传统 这尤其是中共确立的一个体制 其他人呢 你只有服从的份 所以整个中国呢 就像一个动物庄园 只有统治者 好像才能思考国家大事 才能思考公园的安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六零年二世 几千万人就是正常现象 将来中国的大量建筑 纷纷垮塌 杂死无数人 也早晚会成为正常现象 另外呢 一件事呢 就是关于中国的结婚率 我们知道呢 自从中共发现自己人手不足 就是中国社会已经老龄化 韭菜都变老了 这个现状之后呢 中国就开始 一改连续了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从只许生一胎 宁可血流成河 也不多生一个这种国策 转变成为允许生二胎 甚至现在允许生三胎 但是呢 结局呢 结果就恰恰相反 中国的这个生育呢 曾断崖式下跌 也就是说呢 去年的生育呢 只有几百万人 还不足一千万 这个都是史上罕见的 这说明中国的男女 实在是不愿意生育 而这一新传来的硕质呢 不仅不愿意生育 中国男女甚至结婚的意愿 都迅速下降 最近五年来呢 有统计说呢 中国的结婚率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这是一个令人刺激的数字 这是结婚率 并不是人口的这个下降率 这就是跟那个 也就是说呢 四婚年龄 那个人口呢 可能下降 无关的 也就是说呢 在仅有的现在的 适合与结婚的中国人当中 他的结婚率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我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 记者曾经采访了很多这个大龄女青年 比如说三十岁的三十五岁的 问他们没有 为什么不要结婚 他们有种种牢骚和抱怨 他们说我现在的生活很好 为什么要结婚呢 大家都知道大城市有很多剩余 他们为什么不能不愿意结婚呢 因为第一呢 结婚呢 使他们感到难以承受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呢 实际上是男女不平等的 而且呢 中国人往往都是讲究物质上的般配 也就是说呢 他的收入多少 他父母怎么样 他有没有钱买房子 有没有车 没有人去讲究感情 没有人去讲究两个人是否在一起 是否真正的契合在一起 是否能快乐 没有人讲究这些 大家都以为 双方的外在物质条件差不多 就可以昏配了 双方的父母也都早眼于此 结果呢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婚姻 不幸 中国的离婚率已经是全世界最高 而现在呢 结婚率呢 更是极强 其实呢 根据我的分析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你比如说结婚之后 男女结婚之后 男的往往在工作之余 出去 经常的是三五朋友在一起 八九延欢 而且呢 随后呢 再去泡澡 或者去捏脚 或者去等等 反正呢 吃和嫖毒呢 样样都可以来 而且堂而皇之 名正言顺 整个家族也会 劝说女方 忍受这种情况 而女的呢 下班以后 要去带孩子 要去做家务 就等于要打两份工 所以中国女子多半都 劳累过度 往往到了三四十岁 就累得不成人样 前不久 网络成勇 登在一个年轻 漂亮的女子 在二十岁前 是什么样子 到了二十五岁 结婚以后 很快的 不到十年时间 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满脸沧桑的 这个中年妇人 满脸的病态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呢 它的确呢 它对于婚姻 对于家庭 是 它的这个 就是说呢 不够现代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很多观念 都造成了很大的 这个尤其是给妇女 带来了巨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困扰 让她们未老早衰 让她们过于劳累 而且呢 让她们就是说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也充满了挫折感 所以这就是 中国现在女性呢 越来越不愿意结婚 当然也不排除 尤其在大城市里面 有大量的女子 都是充当中共高官 或者商人的 二奶三奶四奶五奶 他们觉得呢 一旦结婚呢 就丧失了 这种赚钱的地位 所以很多人讽刺呢 说中国女子呢 她的这个 把婚姻呢 实际上是当成一次交易 也就是说呢 是看在金钱的份上 她与其呢 一次性的 被一个人买断 而那个人出的代价 又不够高 那就不如呢 慢慢的 就是说呢 做二奶做三奶呢 更加有利可图 就是说呢 短售呢 比一次性买断呢 可能收益率更高 因为毕竟呢 大部分女子呢 还都是 唯利是图 以至于在现在 不管是中国大城市 中国农城就更是如此 那 实际上 婚姻就成了买卖 而且是 加码越来越高的买卖 而对于一些 有职业 有工作的女子来说 她当然不愿意结婚 因为她觉得 这样生活 更潇洒一点 实际上这个趋势呢 跟台湾 香港 澳门 最近过去这二十年来的趋势 是一致的 因为台湾 香港 澳门的女子 也是越来越不愿意结婚 她们无法忍受 婚姻之后的苦难生活 好